同人借着祢 仆人的口 把祢的话以尽道说明 主 祢圣灵来高磨我们 高磨我的口 高磨我的口容 高磨在这里 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耳朵去闷 主啊 让我们都能够听见祢对我们说话 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得清楚明白 让我们薄薄的灯草 主啊 我们需要祢的话语 因为祢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们需要祢的话语 因为祢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 主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出的宝主 让我们生命得以改变 我们感谢赞美祢 圣灵邀请祢在我们中间 充满教官在你每一个即刻的心灵 让我们能够领受祢的话语 谢谢祢 圣灵的祸以揭开发出亮光 感谢主一切的荣耀送赞都归给你 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 奉主耶稿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OK 让我们一同来 看看今天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那个经济了 我们读过那个经济 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旧我们感谢祢 主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那么这段经文呢 就讲到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 最重要就是在基督里 基督里 基督里呢 就是凡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的事都过去 都变成新的了 所以呢 在基督里的人 都是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 必须是在基督里面 基督里面 所有的一切 都可以 在这个人 这个人可以享受 基督里面的一切的丰盛 也可以得到 这个 在基督里 那个供应 还有保护等等的福利 在基督里有的 我们都 这个新造的人 都有了 都拥有了 所以呢 我们就真的是感谢赞美 为我们预备 创造 那个这个 再造这样的一个新的 永远的生命 我们感谢主 我们真是每天为了 有这样一个 完美的生命 我们要向我们的神 来欢呼 来唱 哈利路亚 因为 他给了一个 这样 永美的 给了这样一个 永美的 生命 我们 是拥有基督 一切特性 美好性情的 这样一个 生命 给我们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让我们来 看看 我们神 为什么要为我们 造这样一个新人呢 新的人 说到新人 那么我们就要想到 有新的 必然有旧的了 所以呢 说到这个新造 我们就要讲到一个话题 就是重生 重生 我们要看看什么叫重生 在这个 那个 那个耶和福音里面 这个 尼格迪姆 去见耶稣 就耶稣 就给他 谈到了 这个话题 我们 如果有 读这个 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那我们来 看一下吧 耶和 三十 第三节 这里 有一段 经文 如果我们 看见 就可以一起 来读 这段 经文 看看 神为什么要造一个新的人给我们 新的人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过 都变成 不是这个 刚才我读过了 是说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 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 就是灵 还有 哥林多前诗 十五章五十节 他说 血肉之体 不能承受神的国 必死坏的 不能承受 不死坏的 这几节经文 我们就知道 因为 那个是肉体的 不能承受 而不能见神的国 不重生的人 就是说 原来我们肉体的人 是不能见到神的国 不重生 就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人也不能进到神的国 还有 还有这个血肉之体 是不能承受神的国 因为 因为肉体呢 是必朽坏的 它是不能承受那不朽坏的 所以呢 神呢 在这里我们就看见 我们神的心意 就是让我们能够见到神的国 能够进到神的国 所以呢 它就要为我们 在肉体之外 重新来造一个人 这个人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这个 哥林多 号十五章十七节 这个新造的人啊 就是在基督里那个人啊 就是基督里面 那个新造的人啊 所以呢 我们感谢我们的神 好好使我们在 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 放在基督里面 放在基督里面 就 就 就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 得享他 里面的一切丰盛 也表示我们以主的关系 以基督的关系 是密不可分的 密不可分的 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 我们就可以享受 基督里面的一切丰盛 也可以得到基督的保护 得到基督的 那个随时的供应 是在基督里面的 不是在基督外面的 一切新造的人 必须在基督里面 神啊 为我们造这样的一个新人 使用我们得享受 他里面的丰盛 得享 能够进到神的国里 能够进到 他的同在里面 因为他是一个 以马内力的神 他享受 他渴望 一人同居 你看看 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爱我们 所以呢 我们真的是有 真的是有一千万的理由 每天来赞美他 感谢他 敬拜他 所以 我们当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生理的时候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要来感谢赞美 每天来感谢赞美 这样一位美善 可爱我们的神 我们再看 就是知道这个重生的意义和什么叫重生 重生就是在我们原有的生命 生命外面 这个肉身 那个旧造 外面 就是重新造一个新的生命出来 这个生命是在基督里面的 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的 就是我今天又讲的这个经济 这个话题 OK 下面我们继续的来看 这个新人 我们还分享一点 来看看这个新人就可以承受神的国 就是零 从零生的就是零 没有零 他可以承受神的国 没有从神生的 他可以进到神的国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原来的生命是不能的 不能的 就是说 朽坏的不能 承受那个不朽坏的 药体也不能进到神的国 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美意 原来那个生命是不可以承受神的国 不能承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福分 他就要给我们造一个新人 我们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呢 我们就要重新定位我们的人生方向和目标 也可以 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明白他的心意 知道他是那样的爱我们 他要我们来享受他为我们可以预备的一切 感谢主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些这个新造的人和旧造的人有什么不同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新人是怎样产生出来 产生出来的 我们看 我们看耶和一书12节 耶和福音第一章12到13节 他说到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 就是信基督的名的人 神就要吃全品我们 做他的而已 这种人都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意生的 也不是从人意生的 是从神生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 原来那个旧人是从血气生的 是从人意生的 是从情意生的 是不一样的 他的出生的途径和对象 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从人 一个是从神 是不一样 另外一节经文 就彼得前世一章23节 是一个不能坏的种子 不能坏的种子 而是神这个活泼长存的道 这个道就是神的话 也就是基督他自己 所以也可以说是圣灵 是一个不能坏的种子 出来的 所以他就可以承受神的国 可以敬到神的国 可以享受神国里面一切的丰盛 还有一节经文说到 我们的重生怎么出来 新的生命是从哪里来 提多斯三章五节 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圣灵可以改变 可以生出我们来 也借着我们愿意受祂的洗礼 所以当我们天天 来呼求 呼求圣灵 以火为我们施洗 也就是不断地来接近更新我们的生命 所以在灵里面的生命 可以不断地正常地在基督里面展大 本来下面有一个表 对照表 旧人和新人的对照表 就是时间的关系吧 也没办法详细地记录下来 所以在这里我就简单地挑一些比较重点 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 分享一些这个 这个旧人与新人的在哪些 那个不一样 不一样的那些地方 因为这也是对我们认识这个旧人和旧人 很有帮助 要么知道 当我们重生的人 我们里面就多了一个人 多了一个人 他就会产生一些争战 因为旧人的生命是属肉体的生命 新人是属灵的生命 那个旧灶的生命 就是那个属肉的生命 我们肉眼可以看得见的 属灵的生命 我们基本上是看不见的 因为它是属灵的 我们的灵眼打开才能够看见 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呢 就是地上的粮食 但是里面那个生命呢 它的粮食是出耶稣地度 出他的血 出他的血 出他的肉 就是他给我们的口里的一切化意 所以我们每天我们都要 适合他的那个化意 我们才能够保住 这个旧人呢 是无惠的 新人呢 是正洁的 旧人是恶的 新人是善的 那个旧人是凭着眼见的 看什么东西 一定要是我们自己眼睛看见的 才算数 但是呢 这个新人呢 是凭着信心的 凭着信心来看 看问题 看人 看数 看物 都是凭信心 不是凭着我们眼里 眼睛所看见的 所以我们求神赐给我们的 虽然启示智慧的灵 我们天灵也要这样求他 让我们灵里的眼睛打开明亮 我们就能够用凭着信心 看人事物 那么我们就让新人在我们里面 掌权作王其首位 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 掌权作王其首位 旧人是为自己活的 但是新人呢 是让基督活的 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的 还有很多 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也不能意义的吸收 那么 当我们知道有两个人的时候呢 我们就更加的明白 这个新人与旧人之间 是一个对立的关系 是一个 旧人是一个传染败坏 不可救药的这样的一个生命 他只配近十字架 他只配 丢弃 他只配我们来破血 只配我们把它 脱去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旧人 我们就要走出物去 不要在这个旧灶上来改变什么了 因为这个旧灶是完全有定时在十字架的 所以我们不是在这个旧人上来建造 乃是在这个新人上建造 好 所以呢 我们知道这个新人呢 他所需要的就是 长大 好 因为神兽的时候 他是一个生命 但是他这个生命呢 是完全的 是有基督一切的美德的 性情的 所以呢 他需要的就是每天住在基督里面 这一天来领受基督的那个供应 就是喝他的奶 喝他的粮 吃他的粮 好 让这个 让这个新造的生命可以成长 可以 那个 赞成基督的神量 好 让他是成为一个壮士 成为壮士的时候 有基督赞成的神量的时候 他就会打败那个旧人 他就会胜过这个罪 那个罪呀 胜过在里面 以不断的 撒旦 借助 那个 来攻击我们的一切 好 所以呢 我们需要成长 就是这个树林生命的成长 好 他就需要住 不断的 以基督连接 住在基督里面 住在基督里面 这个新造的生命 就我们就可以正常的成长 他就会当他成熟的时候 生命成熟的时候 他就会接触圣灵的果子来 来拥有我们在天上的父 好 我们就就要知道 他是当我们初初来 来来接受耶稣的时候呢 他的生命是优小的 他虽然他拥有 基督里面的一切的信心 美德 而是完全的一个 圣洁 无瑕疚的生命 好 但是他还是要成长 你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 好 这个成长的过程呢 那就是 托去旧的 穿丧心的 就是托去旧人 穿丧心人的一个过程 一个更新感 一个把那个旧人 盖出去的过程 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就是一个 征战的过程 是一个比较 像耶稣基督所说的 那个 你们如果不背起 自己的十字架 就不配做我的门徒 好 所以呢 当我们每天托去旧的 穿上心的 穿上基督 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就会有痛苦 有挣扎 在这里呢 我就不得不提到一个 这个魂的这一块 因为这个 我们要明白 这个魂呢 都是 都是神和魔鬼 争复的一个地方 如果 谁能够占据这个地方呢 谁就可以得胜 在我们人里面得胜 就是使我们 就是 也关系到我们 每天的选择 知关重要 在每一件事情上 每一件 每一个看法上 我们 这个选择呢 是知关重要的 我就讲到这个魂这一块 我们知道 我们人的生命 是有三部分子层的 灵魂体 灵魂体 这个魂呢 又有三部分子层 三部分子层 它里面 有心思 有情感 有意志 这方面子层 这三方面子层 这个是 有我们里面的自由意志了 所以呢 这个自由意志 还有我们的心思 情感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 所以 我们神的为什么 嗯 为什么 他说 你们要保守 你们心 神我保守 一切 我们来看看 就是说 为什么神 要我们这样做呢 因为魔鬼 来攻击我们 来 来 欺哄我们 是 主要的 逐境 就在我们的心思里面 好 所以呢 当我们 保守 我们的心 的时候 不给 魔鬼来 留地物的时候 我们就愿意 选择 圣灵来做 来掌握 我们的心思 一念 那么 我们就 养生 新造的人活 我们就 让基督 掌权 我们就会 让圣灵 在我们里面 掌权 这就是我们 这个自由意志的选择 还有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神的意识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明白了 魔鬼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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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我们的途径 我们就要小心 这一方面 说的这个心思 心思呢 是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 要借着 神的话语 来抵挡 魔鬼仇敌 每天我们都要穿戴 他给我们 所预备的 树林的金装 他里面有一块 就是 就是来抵挡 仇敌 我们就可以 胜过一切的环境 并且能够得胜 友谊 就是说 当他来攻击 因为他是说谎 说谎人的父 他就把一些谎言 透过我们的心思 放在我们的意念里面 如果我们承认了 我们接受了 他就 一点一点一点的来 来加征 加征 这些谎言 因为一旦进到我们里面 我们不抵挡 我们不续决 他就 在我们里面 加征的时候 就成为 成为阴雷 成为阴雷呢 他就 他就进来 在里面来挟持我们 那么我们就做了 他的俘虏了 好 所以呢 我们要警惕这一方面 可能在这个话题呢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提到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也不能多讲 因为有很多地上姐妹 就是因为这样 被重敌攻击 就很容易挥心上的 这个属灵的生命 也就没办法 在我们里面 那个正常的运作 那个上显身的荣耀 就求神来怜悯我们 让我们明白神的真理 好 让真理 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能够得到自由 我们继续往下分享 这个这里就提一下 这个方面 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机会去谈讨 这样一个话题 关于心事意念 保守的事情 还有讲到这个 这个 罗马十二章那里也讲到 第一章 二十二章的一节 到几节 都讲到 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事件 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新造的人 我们不要照着过去那一套 照着世界的法则去生化 我们要照着新人的法则去生化 因为我们神已经把我们 从黑暗里面 迁到这个神 儿子光明的国度 好像我们从中国移民来中国一样 我们进到另一个国度 它就有另一个国度 那个法则利益 我们就要照新的来做 新的来做 好我们就看看 今天我们分享第三大优点 神对新人和旧人的心意 让我们再看 我分三点来分享这个 这个话题 创世纪二十一章九到十节 当时沙拉看见 埃及人下家给亚巴拉罕所生的 儿子嬉笑 就对亚巴拉罕说 你把这个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 因为这使女的儿子 不可以我的儿子 以沙一同承受惨厌 接纳太师四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 弟兄们 我们是凭自应许做儿女 如同以沙一样 当时那按血涕生的 逼迫了那按正理生的 现在也是这样 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 就是说 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 因为使女的儿子 不可以助主婦人的儿子 一同承受惨厌 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 乃是自主婦人的儿女 这里说到 要赶出去 把那个赶出去呢 就是把那个使血气 使人意 生的旧人赶出去 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赶出去 我们要把那个新造的人留下来 因为这个 这个旧造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国 不能进到神的国 不能承受产业 不能承受神给我们所一倍丰盛的产业 所以呢 我们要把那个旧人赶出去 把那个新人留下来 他是承受产业的 他是助主婦人所生的 就是应习所生的 我们这也是一样 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我们是耶稣的人 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 快点吃 我两个吃 我两个帮 我们是 我们是平衣时承受产业的 所以我们必须把旧的赶出去 把神给我们新造的留下来 来享受神给我们预备的丰盛的恩典 感谢主 神的心意就是这样 要我们赶出输血气的 那个肉体生的 第二点 让我们穿上新人 脱弃旧人 刚才也提过这一点 以福尔斯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说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叫 携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弃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这救人是一失忆的迷义 迷惑渐渐变换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思改换一息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 照着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感谢主 这个就是我们 刚才我所讲的那些 一个脱旧换新的一个工作 一个更新的过程 所以我们要 我们的心思 心思是讲到这个 那个那个浑的这一块 浑的这一块 所以我们就要 凡事我们就要查验了 这是从神来的 还是从魔鬼而来的 如果从魔鬼而来的 就是我们按照 刚才那个新人和旧人 那个对照 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从神来的 从新人来的 还是从旧人来的 我们通过这个新旧人的对比 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属神的 还是从魔鬼 从世界来的 所以 如果是从旧人来的 我们就要弃节它 我们就要弃节它 我们就要把它 定时在世界上 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 代替这个 不是从神来的 我们要把那个 从魔鬼而来的 一切的心思 一切的脚鸟都有 感知性 感知性 不让它流下来 成为我们的淫灵 给魔鬼 撒旦流破口 它就不能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任何的作为 这是我们得胜的法宝 这样我们就不断的 在基督里面 在基督里面 来领受 它的那个化义 它的供应 我们这里面的人 就会变得 越来越强壮 它就是壮士 它就为我们 看守我们这个 这个新人吧 这个新人壮了 就可以打败 打败仇敌 打败一切 那个 从魔鬼而来的攻击 拒绝它 所以我们不断的 在基督里面又成长 又领受 从神来的供应 我们住在它里面 我们才可以 那个 慢慢的成长 成为基督的神 我们再看第三点 再看第三点 新人的生活守得 你不说是四章 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 都讲到这个生活守得 这就是我们新人的一个 新的生活模式吧 也就是刚才我所讲到的那个 新的那个 在新的国度里面 神要我们 那个 那个一个生活的模式 第一点呢 很重要 重要的一般会放在最前面 重要的一般都是放在最前面的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 要去解谎言 去解谎言 为什么呢 我们的先子 亚当和夏娃 就是因为听信了魔鬼的谎言 才堕落了 才被神去 那个 那个 要 这个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主人就换了 所以呢 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 所以神非常的 深恶 那个 那个恨 这个 这个 这个谎言 因为魔鬼是说谎言的父 所以呢 我们就要去解说谎言 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点呢 就不要生气 因为生气 有可能引起我们犯罪 生气 也可以给魔鬼留地铺 可以的话 我们就 当然 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杂权的时候 我们就不容易 如果我们有 有那个 强壮的 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的话 那么我们也不会 容易生气 但是如果 我们生命 弱小的话 又生气的话 我们尽量 就要 靠着 圣灵的工作 呼求 圣灵的充满 让我们 不要犯罪 要不要生气 那么久了 不可 不要无不尽的 把自己 放在那个 怒气里面 因为他不但给别人 带来危险 也也是给自己 留破口的 所以神呢 就要我们 教导我们 不可犯 不要生气 不可犯入到一日落 因为他可以 有可能 让你犯罪 更是可以 给魔鬼留地步 因为魔鬼呢 是在 输赐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他真的是 每时每刻 都来窥探我们 看我们 有什么破口 他就成虚而入 他成虚而入 但是抓住我们 落点 到天父那里 空垢我们 使我们 那个 空垢我们 所以呢 我们就 神要告诫我们 不可 寒入到日落 因为 他可以给魔鬼留地步 偷窃的 就不要再偷了 总要劳力 亲手做正经事 就可以有一份 给那切手的人 保罗呢 他作为一个 这样的一个传道人 他都 亲手做工 来供养自己 供应别人的需要 所以他也是我们 所以他也是我们一个 很好的把 他边工作 边传福音 两福 所以呢 我们也当如此 但是我们不 不以那个工作为我们的目标 但是以 我们就是说我们所做的 都是为神而做的 这样我们做起来呢 就喜乐 所以呢 感谢神 让我们有一个重新的定位 让我们看见 我们做是为主 做 我们 要做给主看 这样呢 我们做起来呢 就会很喜乐地去做 也不会当作那个负担 也不是当作为 为我们的缺乏 什么 就是说我们 当我们相信 这一切都是屠于神 就说我们现在 没有工作 神也会供应给我们 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 因为神是我们一切的供应 我们在基督里是丰盛的 是不会缺乏的 祂应许给我们 就不让我们饿着 所以呢 无论任何的那个光景 我们如果 神让我们去工作 我们去工作 神让我们安息 停下来 那我们就停下来 都是在圣灵的引导 感动 待遇之下 我们来做 神让我们做的 选择神让我们选择的 下面又讲到 无谓的原理 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说到这个口很重要 雅各司里面讲到 若有人说话 没有过世 他就是一个完全人 你看 这个口多么的重要 因为神造人的口是带着能力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说正面的话 积极的话 鼓励人的话 安慰人的话 造就人的话 劝勉人的话 使听见的人能够得到益处 使听见的人得安慰 使听见的人得到鼓励 得到温暖 这样才是我们要说的 因为我们的口只能出甜水 不能又出那个甜水 又出那些 那个甜水 甜水的方面是什么水 就是说我们说的话 是能够造就人的 就是这样 知道我们的口很 因为如果你有几乎说的不恰当 就出人了 所以是收回来的 所以我们 谨守我们的口识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神也提到 因为神会按照我们口所说的话来 来定我们 审判我们的 所以我们谨守石头 谨守我们的口非常重要 让我们 快快听 慢慢说 快快听 慢慢说 想想再说 想想再出口 这样就不容易得罪人 得罪神 想想如果 如果耶稣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会怎么样做 想想神的话 是怎么教导我们的 这样呢 你就一定会在这个口识方面 能够得胜 感谢主 我们慢慢讨厌 有些人心直 心直的 口直的 口坏的 我们就特别在这方面 谨守了 圣言了 就是在这一方面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长处 还有我们自己的短处 我们看人呢 就要看人的长处 看自己呢 就要 要多多的注意 留意自己 这些需要改进的 那些地方 如果我们心直口快的 就学习 快快听 慢慢说 想一想再说 等一等再说 平静一下再说 在发露的时候 在暴露的时候 就要 闭上自己的嘴巴 不要那个话冲出来 因为你出来的话 如果在暴露之下 就容易伤人 因为一句 把那个暴露的话 就像两印的刀一样 使人听见 就受到伤害 所以神在这里 也告诫我们 无悔的原因 一句都不可刺口 随时说 造就人的好话 感谢主 主的话 也是非常有能力 非常有智慧的 真的是令人敬佩 这一个重要 重要点 是说到圣灵 他叫到我们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我想吧 这里神给我们 这个生活守着 一定每一件事 每一个提醒 都要靠着圣灵 因为我们是从圣灵生的 我们就要靠着圣灵行事 我们靠着圣灵行事 我们依靠它 靠着它 制使我们身体上的一切的恶心 这就是神的心意 当我们做的时候 说的时候 选择的时候 有平安 那就是圣灵 那个所认同的 我们就放胆无忌的去做 如果没有平安 那么我们就要把它放一放 等一等 我们再祷告祷告 再去做 再去做我们的选择 还有 就是说 圣灵担忧呢 你的心里面就会不平安 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 有担忧呢 我们里面就一定会有不平安 有不平安的感觉 我们就要寻求神 祷告神 求圣灵来充满我们 我们也可以安居在神的面前 等候祂 看祂对我们说什么话 或者借着圣经 对我们讲话 或者借着人 神 当你呼求神的时候 神会借着各种渠道 来供应我们的需要 只要我们愿意来寻求祂 你就必行建祂 所以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祂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 依我们同在 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祂面前 求联灵蒙会 这种随时的帮助 看我们愿不愿意 花时间来亲近祂 看我们愿不愿意 花时间来亲近祂 这是我们的自由意志的选择 所以神都在那里 圣灵都在那里 祂以我们同在 祂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就要谈言无忌来寻求祂 来到祂的祂宝座前 感谢赞美祂 求告祂 祂就会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因为我们是受了祂的应激的 等候得时的日子来到 我们每天都活在幸望爱里面 幸望爱里面 我们就能够忍受一切 一个各种各样的失恋 各种各样的环境 我们都可以 因此我们有盼望 因此圣灵的同战 我们也有这个能力 力量来胜过我们一切的环境 或者是失恋吧 因为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是要我们得手益处的 神说万事相互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那么就是按照祂主义被造的人 我们这些新造的人 就是神所爱的 就是谋造的 就是按照祂主义被造的人 那么我们所遇见的一切 也就是神要我们得益处的 所以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任何的失恋里面 任何的环境里面 我们都有理由 谈谈喜乐 无助导后 感谢谢恩 这是神给我们在基督里所定下的主义 所以我们是喜乐的人生 真的是感谢神 最近有一个弟兄 在圣灵 因为神的话语得手改变 得手改变 你就看见祂是多么的喜乐 这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 是被圣灵所触摸的 他就会领受到这个 常常喜乐 这样的一个美好的 那个生命 这个美好的这样一个享受 感谢主 当我们真的是 按照神的话以来 来那个领受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 你看 看一下下面那些 死肉体的 那个 从魔鬼来的那些 我们也可以认识一下 苦毒啊 恼恨啊 愤怒啊 要弄啊 毁放啊 恶毒啊 阴毒啊 这些都是从 从世界来的 从魔鬼来的 都是从那个旧人里面发出来的 所以当这些出现的时候 你就抵挡 你就弃解它 你就不要它发动 你就让它把它 它挡在门外 挡在你的心思一面 往外面 怎么让它挡呢 就是用替代法 用替代法 替代法 用神的话语来代替这些 用神的话语来替代它 那么这些就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功效 没有任何的能力 那么我们就可以胜过 新人就得胜 新人就会长大 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呢 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要恩之相待 恩之相待 如果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有什么不在意的伤害呢 缘于之间的摩擦呢 那么我们也存怜悯的心 彼此来饶恕 说到这个饶恕呢 也非常的重要啊 饶恕可以阻挡 神对我们这个祷告的拦阻啊 他会成为一个拦阻啊 因为神说 你不饶恕别人 我也不饶恕你们 你不饶恕人的过法 我也不饶恕你的过法 原来饶恕人 他是真的是释放自己的 你不饶恕人是在惩罚自己的 也拦阻神的祝福啊 你的祷告也受到拦阻啊 神是不听的 因为他讲到 当你们彼此有嫌弃的时候 你又首先去找这个弟兄 来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 才能够再来到他面前祷告 这样啊 神就必垂直念了我们了 必须服我们了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在 这个新人的这个生活守则 这个生活守则不是靠我们 自己能够守的 能够守住的 那是借着圣灵的工作 圣灵给我们的这个能力 我们是靠着凭着信心来找到的 因为圣国世界就是圣国这一切的 不是凭着我们那个去怎么样去做到 而是凭着我们的信心 圣国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 就是我们这个信耶稣是基督的人 这个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 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 让这个信人在我们里面活 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这个信人就是基督所充满的人 这个基督的灵 你这个信人的灵是成为一灵的 所以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的时候 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的时候 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全员得圣 我们无求圣灵充满 我们的意思就是圣灵 在我们里面掌权做吧 充满我们就是让我们的子权 就是交给他了 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感谢他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愿意天天被圣灵充满 当我们不求圣灵充满 我们就相信圣灵已经充满我们 圣灵愿意充满我们 他随时等候来充满我们 就让我们愿意创开新门 然后他就要充满我们 充满我们 他就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长起来 然后经常的充满 经常的教官 经常的来领受他 那么我们里面的这个信念也不断的成长 上层基督的神 就成熟的时候就能够接受圣灵的果实 我们不用去怎么样的去努力来长出果实来 他自然是会长出来 神说好事加好果实 坏事加坏果实 我们这个是好事 这个是不能坏的手术 他必定长到一定的程度 成熟的程度的时候 他就会伸出这个他有神的果实来 那就是圣灵的果实 圣灵的果实就要拥有我们神的灵 拥有我们的主 哈利路亚 我们感谢赞美主 主我们谢谢你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的花意 谢谢你的宝贵的花意 谢谢你出圣灵 与我同在同主 与我们永远同去 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生命不断的成长 成成你基督的神量 让我们每天靠着你给我们的花意 主啊 让我们活在你的法则里面 活在新 你的国度的那个法则里面 活在新人里面 让新人活 让基督活 老我死 让我们凭着信心 信使这个救人 那个 相信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活 让我们 这个老我 这个向世界死 向神就活了 感谢赞美主 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都来仰望你 让我们愿意选择 哦 来 你来做我们的主 做我们的神 主啊 在我们生命中 每一个层面都能够掌权 做王纪首位 在我们家庭里面 哦 在我们的国界里面 主啊 我们愿意你来掌权 做王纪首位 来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 让我们在你里面不断的享受你 哦 来得到你的供应 哦 能够不断的想下杂格案 向上来 结果是拥有你的名 哦 主啊 你祝福我们所在的地方 祝福你的子民 祝福你所见下的子民以色列明 主啊 主啊 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我们更加要明白真理 被你的真理释放的自由 主啊 让我们活在信心里面 而平自那个信心的眼睛来看 看待一切 主啊 我们就不自意推心上来 主啊 我们就有信心 继续地来仰望 为我们信心成功的眼神基督 我们也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走天路 走那个蒙福的路 走回家的路 走恩典的路 主啊 走那十字架的路 我们感谢赞美主 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祝福活着场的每一个受过喜的弟兄姐妹 主啊 你吸引他们 快快回到我们中间 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你的祝福 你的恩典 我们谢谢你 感谢赞美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 主啊 愿耶稣基督的恩惠 弟兄姐妹 领受祝福 愿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 要从那个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 感谢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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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